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18号 在泰国曼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应约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在美中两国援手巴厘岛会晤之后 双方对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 和多边区域经贸问题 进行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白宫宣布将拨款130亿美元 用于电网的现代化 资金来自于两党基础设施方案 具体而言 拜登政府将提供105亿美元 用于改善电力系统 应对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 等日益增长的威胁 并提供25亿美元 用于帮助建设新的输电线路 能源部电网部署办公室主任 马瑞拉·罗波逊表示 该拨款项目 可能将于明年2月份开始接受申请 据悉去年11月份 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 价值高达1.2万亿美元的 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 该法案将投入2690亿美元 用于电力、宽带、水力、网络和气候复原力 环境修复、西部除水等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白宫高级顾问和基础设施协调员 米其兰迪表示 这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 在输配电方面最大的投资 随同副总统哈里斯出席APEC会议的 国务卿布林肯于周四晚间举行发布会 期间就即将在明年访问中国仪式表态 称明年的访问是对两国领导人 在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成果的跟进 布林肯表示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 会晤的主要成果之一 是两国需要保持开放 就能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 布林肯也表示 两国领导人也就寻求合作达成共识 而包括20国集团成员国和APEC成员经济体 都乐见这种合作 布林肯表示 美中两国在气候 全球公共卫生 宏观经济等领域 尽可能找到合作的方式 对保障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都是必要的 多间美国传媒推算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已经取得 218个众议院议席 夺得众议院控制权 结束民主党两年来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的局面 总统拜登表示准备好跟共和党合作 但国会分制的局面势必打击民主党拜登 余下两年的施政 预料会影响县界政府在公共福利税务 已至对乌克兰援助的拨款 并且导致对拜登的调查 共和党人不打算切断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但计划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督措施 并为对乌援助附加一定的条件 另有消息指出 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将调查 拜登政府列为优先任务 包括拜登的儿子亨特的海外生意往来 美军撤出阿富汗司法部政治化等多项议题 国务院于17号发表声明表示 布林肯与库列巴当天就俄罗斯 对乌克兰发动的不合理的袭击 以及波兰东部的爆炸事件进行了交谈 布林肯重申 俄罗斯对其在乌克兰的战争负有全部的责任和罪责 乌克兰拥有保护公民和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权利 此外 乌外长库列巴与布林肯通电话后 再次呼吁美国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 乌克兰此前曾多次提出这一要求 但拜登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新消息 援引三名美国官员消息 伴随俄乌冲突持续 美国武器库存持续减少 部分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面临耗尽的危险 其中主要涉及155毫米口径炮弹和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 另外受美国目前军事装备生产效能不足的影响 多管火箭炮弹药也面临着库存不足的风险 纽约州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 今日宣布竞选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如果被众议院民主党人选中 52岁的杰弗里斯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中 领导一个政党的非议立法者 杰弗里斯在给众议院民主党同僚的一封信中表示 核心小组必须有目标的团结起来 有纪律的进行沟通 精确的立法并与拜登政府合作 以积极应对影响美国选民的持续挑战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于17号宣布 将不会竞选民主党领导职位 众议院民主党人将于11月28号的这一周 举行下届国会领导层选举 众议院议长是美国宪法中详述的国会职位 他位于副总统之后是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的职位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18号 在埃及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面 两人会面大约两个小时 克里在与谢振华会面后表示 会谈对进程有所帮助 但就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埃及正在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7次缔约方大会 联合国呼吁各方在有效应对损失与损害 缩小排放差距兑现融资承诺 这三个关键领域采取行动 并重申发达国家应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 财政部宣布制裁十多家总部设在中国以及阿联酋的公司 指责这些公司为向东亚买家销售伊朗石化产品和石油产品提供便利 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制裁13家总部在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和阿联酋的公司 指责这些公司代表和帮助被制裁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 波斯湾石化工业公司PGPICC 和纵巷石化有限公司Trillium Petrochemical Ltd 向亚洲买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石化产品和石油产品 此外国防部还对有关伊朗已经研制出超高因素导弹的报道提出质疑 据悉在财政部制裁名单上的公司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将被冻结 美国的个人和实体将被禁止与这些公司进行交易 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FDA 日前批准了首款可以延缓一型糖尿病病情发展的药物Zelt 该药物主要通过每日注射一次14天为一个疗程 该药物使用的年龄范围为8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可帮助一型糖尿病第二期的病人病情延缓发展至第三期 FDA指出在几个月或者几年中延缓病情发展 可以帮助疫情确诊一型糖尿病的病人减轻该病带来的负担 对于一型糖尿病患者而言 他们体内的免疫系统被激发 攻击并摧毁产生胰岛素的细胞 当病情进展到第三期时 病人已经失去相当大的胰岛素制造能力 Zelt对免疫系统细胞产生效果 可能能够让那些攻击细胞失效 停止攻击产生胰岛素的细胞 进而调解人体的免疫反应 不过目前确定的Zelt的副作用 包括白细胞减少 疹子和头痛等等 司法部长加兰德预计将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 以决定是否应对前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刑事诉讼 这一决定将在今日下午正式宣布 据悉三天前特朗普刚刚宣布将决逐2024年的总统大选 他目前是多项刑事调查的对象 不少专家分析认为加兰德此举使得他本人 不必陷入拍板决定是否起诉特朗普的尴尬禁地 届时他只需采纳特别检察官的建议即可 加兰德是总统拜登提名的司法部长 拜登和特朗普有可能在2024总统大选中再次对决 根据全美房产经纪人协会18号发布的报告 10月份全美乘务销售数量连续第9个月下滑 创有统计以来最长下滑周期 和9月份相比10月销售数字下滑5.9%至年化443万套 同比下滑幅度则接近三成 是近10年来除去疫情爆发支出的最大同比跌幅 实际上购房者的房价压力有所减轻 房价同比增幅放缓 10月份全美乘务价格中位数同比涨6.6%至37.9万美元 较今年夏天超40万的房价高点有所回落 美联储当前并未释放任何停止加息步伐的信号 而房贷利率多追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 因此联储加息预计将持续抑制购房需求 房产信息平台realtor.com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房贷利率每周在大幅度波动 这也让不少潜在买家选择谨慎观望 而不是马上入场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